記者朋友 議會動員 各位鄉親 大家早上 市長 我們在台南市政教議會這個運作 經過議長選舉的大大小小風波之後 我想現在已經告一段落了 市長 你請坐 因為你在議長的事件當中 有232天沒有進議會 接受議員的這順和感動 現在檢察院糾正又糾正了 讓人起訴的人也起訴了 比提款的人也提款了 但是過去浪費很多這個時間 在這裡的紅紅舞當中 很多事情也有一點停牌 以後我們是不是可以更加努力 來經過這局來推動這個市政的推動 逃避到市民順序這款業 現在是像媒體所說的 台南市已經進入後代青的時期 能做的相當不多 但是 但是也是希望說 你在村的這個會期 這個任期可以更加努力 來你報到這個時間 市民順序這款業 因為這個會期是一個新的開始 比起訴和比提款的 歡迎都會做一個採權 我 南軍也是因為這個政治事件 引起很多我選民的這個五次 讓我損失到很多 能夠保護選民這個機會 所以我要在這裡來講一件事 就是 一百空四年11月5號秀第一章 這是高檢署的處分書 我在這個高檢署的處分書很清澈 在這個違反公職員選法法當中 是不起訴來處分的 在這個高檢署以以為詞 不起訴 所以 我要在這裡 講這個事情 就是說 在這個檢查 這個檢察官 也感到在這個檢查的期間 對著我 作成的這個傷害 作成的這個困擾 感到很薄 但是傷害都已經作成了 雖然司法 已經被人家親別 但是民進黨也會欠我們一個功德 市長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要說 我們民進黨欠我一個功德 第二月二五 民進黨議長選書 檢討會之後 市長部就很快 如果要開罪的名單 送給我退 說這五個人是沒有列票 是跑票的 造成外界一片的誇然 你接受民視的專訪也說 五個議員是照片 所以要開罪這五個人 但是你們知道 這是很嚴重的這個疾控 也也是很嚴重的這個傷害 你們一定不知道 我不是因為沒有列票被開除的 我是因為沒有簽署那三張 列票統一書 辭職書 辭職權撤銷 這個 權利書 來被開除的 事後我要說 其實 我們這個民進黨 在這個議員總算的定義 都有簽署相關議長 選舉要被監督的相關文件 只是說 在十二月二十四號 我回國去市黨部開會 那時候 你也很清楚 我一再的提議建議 政府議長的人選 一定要經過民主的程序 由初選來產生 這樣才有正當性 就像我第一次 來民進黨團 我做宗教的時候 是我建設 在家父議長的一個総選 我們是五個都第一位 古板 民進黨 家父議長総選的這個黨團 現在 其他五個都照我們的方法 學習我們 來辦初選 為甚麼 我們這次 臺南市民進黨團 要走民主的回頭路呢 東團 我覺得說 民進黨開除我 是因為我沒有簽這三檔 兩票 統一書 對我來說 非常不得利 東團是我 在我出國的期間 來簽這三張的 市長你應該很清楚記住 記得 那樣 12月24號你晚上8點多 你卡電給我說 25號 就職一定要亮票 我們說一句話 市長說放心我會亮票 但是 我們的主委 我們的主委 顏純佐 並沒有拿那三張 讓我簽 你說沒關係 那天晚上發生的 我們的 跑票事件 卻在16個沒有明顯亮票 13個沒有折痕的這個當中 將我的名字列入少5票的名當中 今天總結出了送給中平會 怎麼沒聽 好告訴老天有言 年代新聞很清楚 所以在我們的民進黨團 這個金票也沉浸中華 那售下一張 這是年代新聞的這個結齊的畫面 對不對 連這個中評會都不敢用 我沒有量票開除我 而是用市長你說 沒有簽那三張 統一書沒關係來開除我的 這對我真的真不公平 也做生很多人對我的這個誤解 此時我要告訴你 民進黨欠我一個功德 現在民進黨是我們國家的這個執政黨 此時你是一個有前途的人 但是在這個事件中 你從來沒有誠實的 為我講一句公道話 哇 你也很清楚 我沒有收錢買一票 其實都要我提黨內要初選 要多多高分 記得喔 下一張 這一張就是曾鵬慧才結束 他並沒有說我是沒量票被開除的 而是那三張很清楚的 我沒有簽署這三張 在這裡我要很慎重的 那市長說請市長會記住 我是因為沒簽你說的那三張 沒關係的同意書被開除的 不是我沒有量票 如果市長你認為 李全教被停權是辭來的正義 這樣 會減少沒有多欺負 也是一樣是持有的正義 所以在這裡 我要向市長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過期才的事 已經作成我很大的傷害 也影響到市民接受 這個機會 所以現在是一個新的開始 因為我們可以經過努力 來有一個市民來服務 第一件事是希望市長 你只要是鵬慧 從這個認真拿出來 對市民有扮演的工作 要是正確 也請你用心來支持到完成 這個會議一定會下廣 kitchen 對市民也有福利 去年ário的事件 你會選擇 別人說 你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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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選擇 你會選擇 我會選擇 你會選擇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你會選擇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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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頁 好 我來請教我們的環保局長 你覺得為了倒垃圾 市民這樣配合我們政府 總體總的來配合這個倒垃圾的時間 應該不合理 跟議員報告 因為我看你那個標題是 倒垃圾定值追趕垃圾車 您是說如果市民他已經是準時了 還要追趕垃圾車 不是 你覺得我們倒垃圾的方法 是對的嗎 還是好的嗎 原則上我們跟議員報告 我們都訓練我們要求我們的駕駛 如果您時間收完了 時間也準時了 當然就要慢慢的離開 他的車速是很慢的 這不是慢慢離開 提早離開 或是很快離開的問題 而是說這樣的政策 你覺得是對於民今後節進行嗎 倒垃圾一定是用這種方式的嗎 您是說市民自己拿到垃圾車到就是不落地是不是 不管其實政府就是要幫忙解決市民所有的問題嘛 對 所以我說 只有我們不是非常有為的政府才會讓人民瞎忙 什麼叫瞎忙 是 有為人就是為了你這個時間點 他就是要快派一個小孩派什麼人 如果家沒有人的時候 他的垃圾就要放在家裡 想要怎麼在那邊 我就看一位人在那裡 為了我們說你幾點到 我就幾點要去那裡倒垃圾 有時候垃圾車 它很快就走掉了 所以移民都很緊張啦 而且我覺得說我有去查 為什麼我把人的鹽水 麻豆 家裡還有關田溪 西港 七谷 將軍 北門 新寺 山上 這一些化掉 為什麼 你們除了定時的 沿途收啦 沿途收的這個方法之外 你們還有什麼樣 補充 補助點 我們還有補助點 補助那個人民要去倒垃圾的 一個政策嗎 就是如果真的不能配合 我們平常日常的這個 定時收的話 我們也會有在 固定的時間補助點 補助點對不對 有車子跟資源回收車 所以我上面是不是列了很多 補助點 是的 但是這個補助點 有沒有時間的限制 當然也有 有嘛 所以 只要是有時間的限制 就會讓人民 倒垃圾這件事情 變得非常的不便利 這樣子就會影響到 我們市容 或是家庭的衛生 狀況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可以找幾個點 是 一個區 找幾個點 是 像得來樹這樣子的 長期的 他是24小時 他只要是他空檔 他有空的時間 人民可以依照他的時間去倒垃圾 然後我們什麼時候 去把這些垃圾收走 那就是我們政府的事情了 對不對 如果說有貓狗這一些問題 那就跟我們設計有很大的關係啊 如果他是一個很大的垃圾集中場 那可能有網子放下去 他是 貓狗如果要下去用 他可能也跑不上了一個設計 是 我覺得 我們 我們台南是可以先來做 對不對 是 我跟議員報告 有沒有困難 當然議員 很用心的提供一些資料給我 我很感動 那我會再拜讀這些資料 那事實上 以全台灣 全台灣目前的這樣的一個 定時定點 然後不落地的一個方法 其實是在台灣來講 我們從大概 如果以比較專業來看 我們收垃圾 進行了三十年 換的各種不同的方法 都換過了 但是到最後十多年來 大家所有的 所以你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 我不敢講最好的方法 就是說 民眾在適應上 目前大家都很習慣 這是第一 是民眾因為政府 不得不要適應 沒有 因為這個確實也要考慮到說 清潔的 有的人工作時間 人力的問題 不是你 現在都是小家庭 對不對 對 也不是你說 你幾點到 他剛好住在那個地區 他那個時間 所以我也跟議員報告 在我們某些區域 因為他特性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沿街 我們沒有定時 第二個 我們又增加了很多輔助點 那最後 但是輔助點還是有時間的限制 對 但是輔助點這個時間 其實是經過觀察的 譬如說我擺在那邊 十二個小時 其中有八個小時 是沒有人來丟的 那當然我不需要擺那個八個小時 這個都是在在地清潔隊 有去考察過 那另外在山區 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每個區 有 現在在山區 就有議員 像議員講的說 不方便 山區 山區 山區我們就類似這樣子 我們擺紙車 擺紙車 然後二十四小時 你隨時可以來 因為山區 確實沒有那麼方便 但是我們會定時收 所以這個部分 跟議員回覆了 那議員你那邊 如果有比較好的方式 我們也可以來參考 因為收垃圾其實說學問不大 但是服務市民是很重要的 我了解 局長我只是要告訴你 我們如果是一個非常好的政府 我們應該想一套非常便民的方法 讓我們的市民覺得非常的 開心的去過日子 對不對 是讓它很輕鬆的 覺得這不是一個困擾 那我當然 我要來質詢你們 我不是指責你們 而是說我們可以共同 來商討一個很好的方式 好 讓我們的居民 我們的市民 感覺到幸福 謝謝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謝謝 那第二頁 好 那個我們局長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螢幕嗎 我們關於垃圾的回收 你看看 我們有做那個企業綠點的標籤嗎 或者我們有什麼樣的政策 可以鼓勵人民或是企業啊 然後它可以來減少這個廢棄物的產生 跟議員報告 那個所謂企業 所謂企業力點的標誌是 事實上我們環保署都有規範 這個東西 某個東西可以回收的話 在它的容器的底部 都會有一個四邊形的回收的標誌 那這個部分就是有點類似像 像那個中間那個綠色的 這個D開頭的那樣的 這個好像不是英文 就是DSD DSD 對 我們是有一個四邊形的 四邊形的箭頭往內凹的一個標誌 所以你在每一個容器底下 如果都有這個東西 就代表這個東西是可以回收的 那回收我們的政策有沒有 對這一些有一些包裝 可以變成一個免稅的政策 有嗎 我們目前有嗎 我們中央有這樣的法律嗎 有 有 有 整套的資源回收是產機會 再加上地方政府 然後民間也會參與 因為一定有民間的業者 一定要進來做統合 再向我們行政院環保署 產機會去申請回收補助 所以是從地方 到民間 然後整體再收回來拍賣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是有鼓勵免稅的這個政策 是不是 那我希望說我們在台南市 盡量的去避免那一種一次包裝 會務的規定 再循環利用的這個政策 做一個用心好不好 對 有 現在正在做資源回收 然後開代勸導稽查 現在目前五月份開始已經 四月份正式勸導 五月份開始已經在做稽查的工作 是不用再付垃圾的清潔費你知道嗎 對 它因為是民間自己出來 出來做這個系統 所以它當然就不會再有其他的垃圾 交給我們政府機關 所以這個部分是可以提出申請的 沒有問題 那會後你可以一份給我 你們對企業要鼓勵他們 這個一次性垃圾的回收減少 或是回收的比例高一點的政策 四月廢棄物的工廠啦 企業的部分 可以送給我一份資料嗎 可以 可以 好 謝謝局長 謝謝議員 下一張 局長你坐著就好了 因為今天都要問你的 我們看 你看這是德國的垃圾分類 你看它是不是做得很徹底 我們台南是有做這樣的分類嗎 因為我們台南是比它 我們還分 基本上在我們垃圾廠 或者資源回收廠 我們分的比這個更詳細 但是我們為了服務市民 我們不要求市民分這麼詳細 我們請市民只要回收物 資源回收物一包就可以 所以這一些分得很詳細 是由我們環保局 對 我們自己回到隊裡面 我們再來出分 我覺得 我們應該是教育人民 因為工作人員也都很累對不對 我們應該教育人民 讓他知道很方便可以分類的 我們可能用一些統治啊 或是分類的這個標籤 讓他很容易的 可以事先 他們在家裡小小小小的 就可以做很詳細的分類 是可以這樣子 我們環保局 在這樣分類的一個教育上 或是宣導上 你們都做哪一些事情 我們從 我們教育宣導上 我們從自公義工這一塊 有一個著力很深的在做 因為我們的義工 全台南市的環保義工 將近兩萬人 所以在 所以我們的所有回收 我們所有的環境的維護 我們都全部要靠義工嗎 不是 當然不是 另外我們也有公務的回收系統 那公務的回收系統 就是每次跟著熱車之後 後面會有資源回收車 你有沒有想到 一套教育人民 可以很願意來幫忙我們 事實上環境教育這一環已經在做 環境教育這一塊已經在做 資源回收 我們跟教育局經常在合作 然後訓練小朋友 由小朋友回去跟爸爸媽媽說 家裡面要建立 建立這個所謂 什麼東西是可回收的 怎麼來認識他 這個東西 我們一直在跟教育局合作在做 好 那我請教育局長 那個環保局長你先坐下 我們教育局長 那這個方面 我們的教育局到底 幫我們環保局 跟我們市政府 還有孩子 對環保清潔分類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樣去實施跟落實 是 跟議員報告 其實陳如剛才李居陽所說的 這個其實是常態性的工作 也就是說我們在一般的教育宣導方面 平常就在做之外 也利用課程融入的方式來進行 那甚至我們也請學童 就是學生把這樣的觀念帶回家裡面 因為我們認為 垃圾分類這樣的工作 或是環境教育的工作 必須要從小 從個人本身自己做起 然後再影響到家庭 那這樣的觀念如果能夠深入的話 那其實呢 對整個台灣的環境來說 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今日的教育就是明天的台灣 對 好 那下一張 那個局長你再看一下 這是德國那個垃圾分類 在國小學生都是必修的課程之一 他列為他們這個國家教育體制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課程 那我不曉得我們台南市政府的教育局 我們為了這件事情 是不是這樣注重 它是必修的課程之一 那我們只是說做宣導 但是我們在上課當中 或是一個課程裡面 是不是真的把它納入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是 程如我剛才跟議員所報告的 就是其實我們自己 在我們的國教輔導團裡面 也有特別成立一個環境教育的輔導團 那這個輔導團其實它就針對 各種環境教育的議題 包括垃圾分類這一塊 都有做課程教材的研發 然後普遍實施在我們所有的學校 那我們也會跟環保局配合 就是發送相關的資料 讓孩子不僅可以透過圖片的方式去學習 也可以自己用勾選的方式 去了解到說 他是不是做好了垃圾分類這件事情 好 那也請局長在這一個小孩子的 這個環保概念裡頭分類 對孩子來講是很重要的 然後把它列入我們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好不好 謝謝議員 請局長先坐下 好 那我們下一張 這也是德國這個廢物回收廠 那個環保局長 它這個是定點的24小時的 它有各種分類的 只要你把你們家的所有的垃圾分類 都可以放到這上面去 所以他們的回收率就非常的高 那我們台南市有幾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廢物回收站呢 台南市在資源回收站的部分 大小規模加起來220處 那這個它是接受各體部 24小時的嗎 24小時 不是 應該還不至於24小時 然後有時間性的對不對 沒有 它那個是私人的 我講的220處是私人在收回收 回收過來的東西 然後由市面辦 那個市長 那個局長 是 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不是私人的那種 那種亂七八糟的回收場 是 是不是 是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說 有多少個回收場 那不是你們做的 對 所以你不要把它納入 我是說 像我們政府做的 像這一種 定點是24小時的 到底有沒有 以目前來講 24小時的 只有在山區 我們有設這個紙車的回收站 所以 那是設車 也有 旁邊也有這個資源回收站 那為什麼只有山區 因為 市區都沒有可以回收的東西 市區有固定的時間 在哪裡 市民 就是嘛 所以 就是固定收的時間 那市民也都 所以局長 我知道 就是因為我們都沒有 所以我才收集這些資料 好 僅供你參考 好 那要不要做 但是 也是看我們市政府 對我們回收這件事情的重要 概念而已 那 下一張 請局長先做 局長 你說不用分得很細 但是你看喔 他們這邊的那個回收光瓶子 他們就 玻璃瓶 他們就 用顏色 深淺 來做分類 因為深淺的 材質不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他要回收 做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那以便要回收 再利用的時候 就很方便 那我們台南市有嗎 台南市 全台灣以前最早最早 檢佑欣當書長時代 還記得有外星寶寶嗎 我們那時候 馬路旁邊 不是擺外星寶寶 後來 後來這個政策 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現在沒有 現在全台灣沒有了 沒有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要做 好不好 因為這些瓶子 其實 有時候很多家庭 這個可能我們再檢討一下 它的玻璃瓶破了 因為我們環保機 有沒有收瓶子的 玻璃我們收 玻璃瓶子 瓶子都收 那如果是破掉的呢 破掉 破掉我們請他 要用報紙包一下 特別保護一下 我們也收 然後可以放在垃圾袋裡面嗎 回收 要回收 要回收 玻璃或者是玻璃瓶 所以如果局長 我們在我們的生活區域裡頭 像說有時候是 711那邊 也可以放這樣子 可以讓你回收的 一個回收桶 就像電池這樣 可以回收 那可能對我們的環境 對安全問題 都會有很大的幫忙 當然 那我們也可以考慮看看 好 再下面 這是 德國的一個 支援回收機 你看 他們回收機都好漂亮 而且他們可以 回收了之後 也可以退錢 也可以抵 現金抵用券 就做得很棒 所以 市民都覺得很有趣啊 也覺得 我只要拿去 我還是有一點點 對環保的一個幫忙很大 之外他自己也受益 那我們 我們台南市 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嗎 還是 未來我們會做嗎 跟議員報告 台南市 或者是全台灣各省市 從來沒做過這樣 但是跟議員報告 對他做得很乾淨 也很漂亮 我看過 我在國外看過 那再下一張 這是濃威的 有沒有很漂亮 都很漂亮 看起來就 很不像回收筒嘛 對不對 因為他那個 馬上可以換成Coin回來 銅幣回來 你看 好 再下一張 這是雪梨的 他們去那邊回收 都成為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他們不覺得那是垃圾 是 對不對 好 然後再下一張 這是日本的 有沒有 有 包括孩子很小 他就可以去那邊做回收的一個動作 如果我們的政府有設施這樣的一個設備 騎士人民 我想應該都很樂意來配合 然後你說台灣沒有嗎 下一張 試辦人應該有 所以局長你不要急著回答了 好 來你看 高雄有啊 伊卡通 你看這邊 它配合伊卡通 搭結印來這個回收 然後收起自重的辭職 然後台北有啊 台北是飲料杯的回收機啊 怎麼會沒有 來 嘉義 嘉義也有啊 三個回收機可以退一塊啊 台灣有啊 我們台南有沒有 嘉義 不是直下室呢 你說高雄和台北都是直下室 有 沒有空氣 但是 因為經費可能會變那麼多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 但是 嘉義不是直下室呢 他也有做這塊回收機啊 這怎麼解釋 所以是有的啊 局長 我希望我們台南市也是可以來 依照我們可以看看國外 有 我們現在要準備要來做 好不好 因為這種的齁 你如果開錢下去 它就是 你剛 那個對那個 資源回收的幫忙 又對地球的保護 都很重要 對不對 好 下一張 局長 這是齁 德國的垃圾水桶增縮 它不是說用那個 水 水費 水費的增縮 這樣是那麼公平的 因為它是配合說 人家人口水 他就制定 他這個垃圾量嘛 他去回收的時候 來 所以你看他們每個家庭 都會有一個回收的這個桶子 好 下一頁 德國 他還有一個家庭承住的 這個分類垃圾桶 你知道嗎 政府每一個年底 它都會發給那個每一戶 的一個垃圾的日曆 然後他們就會標示啊 該地各種 各種那個垃圾好的 輕易的日期 還有什麼 他指定這個住戶 他有義務要 對這個 道的這個東西 推到人行道去 以方便他們來 做一個處理這樣子 所以 只要你 你的設備是非常 讓人民覺得 方便的 它其實 人民好像也不會有太大的抱怨 而且他們都好像很樂意來配合 對不對 好 來 下一頁 這是德國的垃圾車啦 因為我們都知道 德國有 這是機器的那個 很重要的一個國家 所以 只要是機械人做 他們就不讓人民出來去做 這就是為什麼德國那麼進步 的一個原因啦 他們也很有榮譽感耶 他們覺得 做他們的人民 很幸福啊 我們這個 德國的垃圾車 每一戶 他們的垃圾桶 都有一個條碼 那垃圾車 就是有一個手臂 可以拿這個垃圾車 放進去這個垃圾的蕩襯裡面 他一照條碼 他就會怕帳單 不是水水費啦 做人ма 要幾900年的垃圾人 要下班 一個月還是一次一次 一天 後庭 給基礎 一個月 這公司 Croat宗 有多少垃圾量 你覺得這樣子 為人民 是不是有比較好的一個幫助 也是比較公平的政策 這個隨重量徵收當然是公平 比較公平 但是這個真的是需要 科技的累積跟基礎 所以 謝謝議員提供這樣的一個方法 因為我們很多錢 都沒有花在那個島口上 所以的責任 我們人民很多的不便利 政府要推動的建設 就因為這樣子的一個不便利 受到阻礙了 是不是這樣子 那 因為我們的局長是環保專家 你來講一講 你覺得 你往後 你對我們台南市政府 不管 清運這個垃圾 或是資源回收這個政策 你要怎麼樣 讓我們的人民感到 是方便跟幸福的政策 你現在有復案嗎 或是你曾經 要來擔任這個環保局長 你想過嗎 謝謝議員的提醒 那當然 廢棄物的一個管理 它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那 源頭減量 絕對是我們 垃圾處理的最主要的一個方法 所以 在環境教育這一塊 我想我們還是會跟相關的機構來加強 只要把我們的垃圾減量 那當然所有後面的動作 就會稍微能夠得到一個舒緩 第二個就是 資源回收的東西要明確 那標示上也要明確 讓民眾很容易就來認清 什麼東西可以資源回收 什麼東西是垃圾 所以在資源回收的這一套 環保署它其實產機會 它已經有一套的一個東西 在那邊存在著 那我們什麼時候準備要做 我們現在已經在做 那更希望能夠突破 我們的回收率的瓶頸 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連續大概 兩年半大概都是在45% 我們回收率都在45% 那這個大概在國家 很不錯 跟你們鼓勵 這樣很好 國家的平均水準之上了 全國最高最高就是台北市 54% 再來新北市49% 再來就我們台南 大概45.7% 那我們是希望能夠第一個 先追上新北 可以達到47%到49% 為什麼新北它可以做到 這樣子一個程度 它最後也是隨著台北 做隨代徵收 隨代徵收 隨代徵收 但是做隨代徵收 有它一定的條件 當時環保署在制定的時候 也是到了新北就停了 從桃園以南 人民的特性 成鄉的差距 在這一塊隨代徵收 在執行上 不是那麼的適合 因為我們有可能有太多地方 是可以沒有辦法做到 隨代徵收的那樣的一個管制 像台北市 你要隨便丟一個垃圾 可能周遭的民眾 馬上就會指責你了 因為它的空地太少 每個人都是一副接一副 那我們城鄉差距的關係 但是我們台南是在 在資源回收這一塊 因為利用各種不同的辦法 你這個先暫停 你說到了一個重點 如果 其實居民真的都不願意 垃圾的這個集中點 在自己家門口對不對 對 這就是問題所在 為什麼它會不喜歡 因為我們垃圾車 我們的紙車 都是髒稀稀的 而且是很臭對不對 好 下一張 我們來看 這個 他們的垃圾桶 他們還有一台垃圾 在清潔這個垃圾車的一個車子 所以他們只要是倒過了之後 隨後它這個車子就會來 把它倒過的這些垃圾紙車 把它清潔乾淨 就放到這個住戶的門口 或是那個社區的點 所以 就沒有人覺得有錯位 貓狗也不會來 然後 居民也不會覺得說 我放在那個垃圾車的那個紙車 來抗議啊 所以 這就是跟我們的作為 跟我們的政策 跟我們的方法 跟我們的設備 有很大很大的一個相關 對不對 環保局長 你現在看到這裡 有很新鮮 他們人民的生活嗎 這個我看過了 真的你看過 這個整個整體 所以無感 有感啦 我們做不到 當然有感 我們有沒有可能有一天 我們台南市的市民 有沒有一天可以來享受這樣的生活方式 其實我當然期望這一天 什麼時候 早一點到來 早一點你預計 但是這個 來 那個局長 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下 是 如果依照我們台南市的這個作風 我們多久可以讓人民這樣的生活 你意識啦 這我 這可能要不敢跟議員這樣回答這個 這個說多久 不行這樣啊 因為 這個也不是創局 這個人很久啊 機械也不是不可以買 這個車子跟這個工具 跟市民的全力配合 這個要有一個時間的區域的試運轉啦 試運轉 然後慢慢擴散 就是我們的方法是不太對的啦 好 沒關係 然後下一張 好 局長 這一張圖你看得懂嗎 了解 了解 你看 他們的 這個垃圾 超過50%是循環在利用的 有沒有看到 對 而且他們 是那個歐洲魂化 發電 應用最廣的一個國家之一啦 然後到2012年 有80家的這個垃圾 魂燒是發電的 發電廠 它每年可以減少 差不多400萬噸的這個 GER2的這個排放 對不對 是 它也產生 60萬度的這個電力 和14.6萬億大卡的熱能 它垃圾都可以把它變成他們國家的一個資源 而且超過80%的這個爐渣是用在建築上或是道路上的 那我要來請問我們的環保局長 我們把這個魂燒的這個爐渣能夠應用在我們的工程上或是建築道路上有百分之幾 這個要問公務局的嗎 沒有 不需要 問你嗎 我們目前台南市 台南市兩座魂化爐每一年所產生來的爐渣都是在利用 這個已經確定執行好幾年了 百分之幾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只要預算支持 我們因為在利用要送給人家篩選 所以我們在做工程的時候我們也 但是 但是現在的問題會慢慢跑出來就是 就是它可能去處上 去處上它會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有時候還是要協助它的去處 所以對工程是有一點點 因為法律上有規定它不是所有的工程都可以參與 譬如說結構的如果有結構的爐渣是不可以當成粉離土地雕 它大概只能在集配停車場相關的設施 所以它的去處希望能夠統一來協助它 不過台南市爐渣已經百分之百在利用 只有您這張圖 那您這張圖是講過說 德國垃圾百分之五十 巡返利用率 其實我報告過我們大概是45.7 那再加油 加油 那我們本來兩座紅花爐都在發電 這個都沒有問題 我如果不講 市民根本不知道我們做這麼多農地 對不對 我們兩座紅花爐現在都在發電 那個發出來的幾千瓦 幾千瓦我記不起來 我只記得我們每一年發電的電費 繳道市庫至少兩億以上 哇 很好 因為 那希望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垃圾 成為一種能源 然後也可以幫忙我們的 這個減碳的這個工作 是 那下一頁 這是德國的垃圾混化廠 它每一年處理生活的垃圾 就有53.4萬噸的這個比例 然後它是柏林市人口的百分之五 是提供他們電力跟集中的供熱的一個來源 那我們現在紅花爐有幾座 我們目前有兩座 兩座 那我們供給市民的能源是到底有多少 我們目前因為台灣是屬於雅樂袋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比較沒有說需要那個熱源 這個德國 他們不需要供熱 德國大部分我知道包括日本東京23座紅花爐 那電力呢 電力就是我們百分之五十 四十五了嘛 我們自己有熱電交換器 我們自己發電送台電嘛 那是百分之幾 您是 它的燃燒之後供應的 我們生活的 那我記不起來 這個因為要看跟垃圾量的比較 不過我記得是 他可以供應百分之幾的人口使用 這個我沒有辦法提供你這個數 我只知道是說用一度賣給台電的費用 我一年大概有大概兩億多到三億的費用 那我們可能要去計算一下 我可以計算沒有問題 我們的人口的比例 然後也可以用這個 沒有問題 來說服我們的這個人民 這個垃圾 盡量的是要回收 然後送到我們這個混燒 也是變成有價值的能源 好 然後接下來下一張 這是混燒 那個這個是垃圾混燒的發電廠 好 這個跟我們剛剛所講的 它都是非常先進 然後可以提供能源的一個設備 那也希望我們的魂化爐 可以發揮到這樣的功能 可以嗎 保安員可以啊 可以 這個是很合理的 對 因為我提供的這些資料 也希望說我們市政府也不會差 有 人家太多 那希望說我們的這個城市 除了是我們的古都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觀光之外 其實我們在環保這一件事情 也琢磨很深 然後成為一個很好的居住的環境 是 好 那下一張也是 垃圾混燒的公司 是 工廠 好 好 再下一張 來幾張看這個 這是各國清道夫的一個比較 左邊那一張是德國的 你看 神 他的效率 很好 然後又有節省能力 然後上面那一張是法國的 你看他們的清潔人員 看起來都很帥 輕鬆 他們的工作 因為有機器的一個取代 然後幫忙他做一些工作 所以他們不覺得清道夫是一個不好的行業 他們也做得非常有尊嚴 那你看華國這個 是他們的那個掃街車 來啊 來看看台灣的 來 還有很淒涼的 還有很淒涼的嗎 局長 我們有這樣嗎 這是其中 自製 自製心潔的一個用具 有沒有 我們有 我們去 可是我們也有掃街車 我們也有 掃街車 小型的掃街車也有 為甚麼 你們的清潔隊 還要叫人家去路上掃 為甚麼 而且你知道 你們各區的一個清潔隊 四個班長 有很多的班長 就是跟 你還是跟隊長 還是跟 那區的 整理已經不很好 就可以做班長 做班長 就可以用這個款式去找人 你知道嗎 然後 他不高興就請他們 派他們去 熱的鑰匙 從這裡掃到那裡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政府應該提供很好的用具 讓人民 很輕鬆的可以工作 也很有尊嚴的可以工作 那像我們 如果 我們還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 讓我們的工作人 演這樣的工作 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那我希望我們局長 可以要注意這件事情好不好 謝謝 然後來 下一張 再給曾王議員一分鐘 好 這是非常好 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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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可以清 除草 這樣我們每次都說 我們沒有人工 我們沒有錢 我們去公共領域 清這些草 除這些草 我們是市政府 可以買兩台這種機械 每一天 我們的區域 從這一區 清到那一區 我們整個的台南市 這張 就非常的漂亮啊 這個影片 我記得你剛上任的時候 我有把它寄給你 對不對 好 那今天我的執行就到這裡 也謝謝 市府官員 還有我們的主席 謝謝各位 好朋友 謝謝 謝謝曾王議員的質詢 那今天我們也特別感謝賴市長 李秘書長 還有各局處首長 及主管的列席 謝謝新聞媒體 各位小姐女士先生的採訪 以及本會各位同仁的出席 今天上午的議程到此結束